各位家长 今天跟大家讲一件有效学习 即是我们做一个妈妈或老师 如何令孩子很有效地学习呢? 有效学习有四个重点 逐个跟大家讲一讲 首先是能不能够讲得明白小朋友呢? 这就像我认识的题目应该讲得明白 但不是这么简单 有几个因素 第一是你能明白小朋友有什么基础 举个例子 原来他要数数字 会数数加数 他会数数到后数字的数字 才能慢慢做到减数 这就是我们小朋友要有一个基础能力 才可以在基础能力上 再回答一些新的知识 所以我们想说明小朋友的东西 其实真的要知道他会懂些什么 我举个几个简单的例子给大家听 先举个小小的小孩子 例如你跟我小朋友说 你以后要留意读书 你就可以找份好功了 你以为小朋友明白你会说什么呢? 其实什么叫找份好功呢? 对于他来说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种抽象的知识来说 对小朋友来说是很抽象的 他不会不知道你会说什么的 反而你说 你用心做完之后 给你粒帖子 那他就明白了 好了 又或者你讲做完完这些字 那你要他明白什么是做完完才行 因为你可能知道做完了 再加多一样 那这些没完没了 好了 又或者另外一些什么叫明白呢? 譬如说 很多时候我们去到小学五、二年班 才可能会学到什么叫做时钟 是不是? 或者什么叫做元、角、十元这些 这些很容易而已 每天都面对的事情 为什么小朋友好像这么难明白 我告诉你 其实这个概念是非常复杂的 因为我们一般来说都是十进制的 十着手指 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 但是你知不知道我的时钟有多复杂呢? 五分钟是一个字 十五分钟是一个骨 即是说一、二、三的分针指着三 是十五来的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就是 这个时钟的概念 其实对小朋友来说是非常抽象的 十进制是一、二、三、四、五、九、十 为什么会是三就是十五呢? 或者是我时针终了一个圈子 十二的时候是六十分钟呢? 大家如果不明白 小朋友为什么不明白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觉 为什么这么简单都不懂啊? 所以我们要说明小朋友的东西 其实真的不是这么简单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做家长 他不是专业老师 可能未必知道 知识背后的基础是怎样的 又或者刚才所说的圆角分 由幼稚园开始数起 即是一粒、两粒、三粒、四粒 逐粒数到十粒 但是圆角分就很复杂了 我有十个一元在前面 但一个等于一个十元的 为什么十又等于一呢? 是否很复杂呢? 譬如有两个一元 有一个角的两元 为什么二又是一呢? 因为两个一元是一个二元的 所以你看到这些概念 其实对小朋友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们在讲小朋友学习方面 如何能够有效学习呢?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要明白 如何说明白小朋友的东西 我们作为家长要慢慢有耐心 当然如果发觉小朋友有些困难的话 我可以求教我们的老师如何教他 第二件事有效学习 就不是在知识上的内容的学习 反而是在学习动机 即是说原来我想小朋友去学习 他有没有心机学习 或者是想不想学习 如果他没有动机的时候 而这个是令到学习没有效率的 有一个很重要的其中一个点 要记得的 第三件事我们要留意的是 小朋友是否专心的呢? 我们叫做Attent to 即原来发觉小朋友不专心一些东西 是学不到东西的 所以有时我们不知为什么 跟那个人说很多东西 总是说完他都忘记了了 但是你慢慢知道他刚才说什么 他可能是一片空白说不回的 即是说 刚才所说的一个过程里面 小朋友的学习 有效学习里面是 尖顾不到小朋友的专注 好了 另外第四件事 最后一件事 就是原来我们有一个 我们很多时候忽略一件事 就是 可以与小朋友的关系 原来在有效学习里面 我们跟小朋友的关系 如果是融洽快乐的话 小朋友是更加 是会 即是喜欢跟他一起学一些东西 所以有下学习的四个因素 大家记得了 怎样令到小朋友明白 学习动机 还有他是不是Attent to 是不是注意那件事 第四件事就是 你或者是你教他的妈妈 跟小朋友的关系好不好 关系好不好的话 即是如果你跟他之间很大的矛盾 又或者在一个过程里面 经常骂着他 可能他很没心思 于是就跟他对抗 这个认识学习的效率非常低 所以作为家长或者父母 多点留意 怎样令到小朋友 学得有效率一点